2011年,纽约时报成为全美国第一批打造付费墙的媒体集团 读者必须付费才能看见内容 对于还不习惯内容付费的社会来说,是非常大胆的举动 如今纽约时报付费会员数已经达到600万人 光是订阅制的收入在2018年就高达4亿美元 他们甚至在2020年3月将月费从15美元调高到17美元 教育价值维持在1美元 在这迪迪作风的成长路上 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就是技术长Nik Rockwell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达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话 欢迎点击下方的连接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7月29号 由Chain Kobe所撰写 并刊登在未来商务产业焦点环网文章 Nik Rockwell从2015年开始加入纽约时报团队 担任技术长之位 他被赋予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协助整个公司数位转型 夸张一点说要拯救他们岌岌可回的订阅值 而2012年在纽纸订阅词上路一年后 一份论文研究显示 65%的民众认为并不值得付费观看心路 仅有7%的人有意愿订阅或者是已经订阅了 2015年他们终于累积了100万名的付费会员 虽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相较于以往的营收来看 仍然不足以算上是成功 Nik Rockwell接受CTO职位之后 他在4年多的时间内 让会员成长到了500万 而且从2017年开始 营收就不断以40%到50%的速度在成长 从时间轴来看 前4年纽约时报用生活的仁器跟招牌 在普普的收吹 而后的4年他们才真正找到转型后 快速成长暴点 Nik在分析了几个他认为的关键原因 和一些思考方向提供给大家参考 他说很多人都想要知道 我们用了哪些科技 但我觉得技术成果 必须要被放在营运的维度去解释 Nik Rockwell是这样一种 各种技术能够带来什么效果 最终都要回归到公司对关键的指标上 以纽约时报为例 关键指标就是订阅会员的成长数 对于技术团队来说 有很多种指标可以评估迹象 但领导者必须时时刻刻聚焦在核心指标上 才能强迫你去将那些次要指标跟核心指标连接起来 最终做出真正有效的工作 为了能够让整家公司都对主关键指标前进 他们打造了一个去中心化 跨部门的团队结构 并且从战略角度导入了完整的目标导向计划 这些事情是Nik Rockwell 认为在数位转型过程中 最辛苦也最重要的工作 最需要全公司广泛的投入与支持 同样的我们也让所有人都享受到成功 想要让所有人动员起来 不是单纯靠服若果与棍子就能够达成 有约时报为了要让所有员工都理解 整个数位转型的目标和过程 他们必须先让员工拥有的是成长思维 而成长思维是这几年美国系统广泛应用的一个概念 在顾客旅程中找出关键的转换点 并全力放大这个转换点 从而创造不断的成长 对于科技公司来说已经是很普遍的观念 但是在习惯行销驱动的传统企业中 还是非常陌生 如何替员工注入成长思维呢? 有约时报动用了各种关系 找来了他们所知道的各种营运大师 让大约150位不同层级的员工 都上完了全套的成长训练 这并不是一两场演讲 而是数十个小时的完整课程 包含了实验性和实作的项目 让这些员工能够将新的思维 真正的运用在他们的工作当中 而有了成长思维 但要如何达到成绩要求 他们也打入了像是 九宫格的练习、360度反馈系统等通作法 甚至将升迁与招聘的权力 从主管决策转成了集体的决策 并且替许多员工重新的评级 让整个组织与目标更加的明确 员工也在转型过程中对于自己的职责更加的了解 组织也更加的痛 在锁定目标并建立起相同的思维模式后 Nick Rockwell导入了三项中央科技 让他们的行销团队可以更了解潜在的客户 首先是打造客户数据平台 他们选用了Action IQ 一家年轻的青创公司 这是一个赌注 但他们全力为我们服务取得了非常棒的成果 这是Nick Rockwell有说的 透过了这个平台 他们得以串联起行销活动与打造产品的底层结构 换句话说 他们可以让技术团队 打造出对行销人员是真正有用的产品 并且整合到当前的系统架构中 这是一巨大的离物 其次他们重新编写了付费墙的程式 让付费墙能够测试各种不同参数与机制 而不是单纯的一刀切 经过了种种测试后 他们取得了目前的成果 将付费墙门槛从10篇增加到20篇 并增加了注册墙 这些动作不是拍脑袋就得出来的结论 而是经过反复的测试与数据之下的成果 最后他们打造出了一个弹性地价的机制 让他们可以测试每次价格调整的影响 这对于以往纸媒的定价策略来说是一大挑战 而且极其的复杂 因此这项工作仍然还在进行中 简单的来说 这让纽约时报可以根据市场需求 快速的调整价格 藉此取得更多注册会员和创造更多的营收 这三项行销相关的技术 让纽约时报在过去的四年中 绞出了好成绩 但NIC进一步的指数 这些技术都围绕着数据 因此在导入这些技术之前 我们必须搞定手上的数据 身为一家拥有160年历史的媒体公司 纽约时报拥有大量的数据 分别储存在四个资料中心 透过Amazon的AWS服务来管理 而当时他们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将云端服务转移到Google上面 这是一个痛苦的决策 但确实正确 Nicke Rockwell是这样做的 Google提供了Big Query 这样能够从快速巨大的数据堆中 拉出他们资料所需的一个服务 加速了反应的速度 而且云端成本比AWS还要更低 根据之前的报导 当时纽约时报 每月要付给AWS的租金约为25000美元 而一旦发生重大的即时新闻的时候 需要大量推播给用户的时候 这个价格可能会暴增到数十倍 移转到Google后 月租则只需要5000美元 替他们省下了大量的成本 不过移转云端服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再加上当时Google云端还在比较早期阶段 充满着许多的问题 而且直到完成所有的搬家工程之前 都展现不出任何的好处 Nikon Robert说 这是最痛苦的过程 但最终 他们省下了大量的成本 同时取得了更多的坦性 在日常运运中 这样的搬家似乎代价过高 但对于转型中的扭矢来说 却非常划算 因为他们几乎重新编写了所有程式 从程式管线 API层 以及网页界面和IOS App 而更多其他的部分 这些都因为他们转型为全云端 而更加的有效率 也更省钱 在搬家过程中 有许多重新思考的机会 他们也藉此调整了组织架构 让整体运作更有效率和弹性 同时他也认为 拥有一个可靠的边缘与服务 像是纽石使用的Festily 意外的在搬家过程中 提供了重要的稳定性保障 总结来看 纽约时报在确立了关键目标后 做了三件大工程 第一 数据全云端化 物件行销科技 还有全面导入成长思维 其中最难学习的 其实是最后一项 许多企业都在尝试数位转型 但常常未猛其力 先受其害 最常见的两个错误就是 没有锁定关键目标 没有让员工同步思考 此外 Eatropel 在推动这些转变的时候 借重了许多小型新创工作的服务 而不是全面投入大型企业的整体解析方案 虽然存在风险 但也因此获得了较好的服务 并节省了许多成本 他们的资讯部门 从2015年的50多人 到目前已经成长到了180 可见省下的成本 与创造的营收是多么可换 才能支撑这样的人士成长 并且转化为更多的货币 如今 Nicke Rockwell 已经功成成腿 离开了纽约时报 前往Festley 去迎战新的任务 而纽约时报 已经建立起 相对先进有弹性的基础架构 能够更好的 应付快速变化的大房间 期许有机会 能够参与数位转型的你 能够在这篇文章中 能够获得一些启发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 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 让我们一起讨论 世界的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